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分娱乐,现在开秀! 0805是个特别的日子,是一个让人激动并且想要永远记住的人,因为这一天是我们爱的人的生日,2019年7月份,陈情令开播,第一次听到了你的名字,但是因为她喜欢原著,怕与我心中所想不符,便没有去看,2019年的11月,偶然刷到一条微博,清楚的记得是你派的安慕西代言,突然被你的言惊艳到了,细细长成了我最喜欢的模样啊,内心被深深触动之后开始关注了你的微博,2019年12月份,看完了你的所有微博,追完了陈情令,包括所有的花样, 续合采访,12月31号,和朋友激动的看完了你的跨年夜舞台,那一晚的单曲循环了五感,2020年的1月份,开始在B站考古,13岁已经坚定目标,不遗余力的去追求自己的热爱,参加街舞比赛,拿下全国16强签约乐乐华,独自一人去往韩国当练习生,除了吃饭睡觉,剩下的时间都在练舞,后来以UNIQ团员出道,拥有了舞台,每一次的表演都能够突破自己带给我们的惊喜, 后来接拍了第一部戏《红孩2》,虽然只是配角,但是你用最真诚的态度去对待,也成为了你最喜欢的最骄傲的一个角色,后来又认识了拽拽的翟小爷,电竞男神迹象空,你说过你热爱演戏会把握住每一个机会,百分百的用心对待,的确是如此,去年夏天,亚正君子蓝忘鸡与我们见面,不需过多的言语表情,通过眼神便传递了复杂的情绪, 寒潭洞清冷的你,被杖泽石不屈服的你,市集上面兔子登堂温暖的你,悬崖边留不住他石惊恐的你,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蓝二哥哥,喜欢上你之后又去看了《舞蹈合集》,神的孩子在跳舞,喜欢舞蹈就坚持了十年,每个舞蹈都那么惊艳,原本以为已经是一个宝藏男孩了,后来意识到远不止如此,你还是摩托车赛车手,在比较中拿下了小组第一的成绩,是滑板少年,无论在哪里都和滑板形影不离, 空闲时间就学习新动作,喜欢拼乐高,拿回家的时候都会拼好,家里面摆满了拼好的摩托和赛车,喜欢你努力拼搏不言放弃,一旦做出选择就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实现舞蹈摩托滑板乐高,对待自己热爱的事物就做到了极致的态度,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喜欢,而是坚持内心所向,而且做就想要做到最好,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也真的很开心,魔术滑雪冲浪,基建,京剧,你就像是个宝库, 永远都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,喜欢你温柔有素养心怀善意,对待他人认真真诚善良,懂礼貌尊重他人,和别人握手总会弯下腰,把没握的手的那只搭在了握手的那只手的身上,和任何人都是,天天向上为依惠小姐姐做面,温柔的听她讲话,鼓励她,你确实成为了别人关键时候的力量,喜欢你低调真诚,不说好听的话去取悦粉丝,而是把温暖融入到行动当中,你会在粉丝听不清晒不晒,帅不输, 在时嫌弃的转头,也会在比赛结束之后买水,买冰淇淋,会在猫头们质疑他穿搭的时候说你们不懂,也会在他们跟不上的时候放慢滑板速度,也会在直播的时候嫌弃粉丝家的特效丑,也会在机场保安推脏式户主猫头,把信偷偷的放在小口袋,同样你也会拒绝粉丝让他发自拍的请求,也会在深秋的晚上穿短袖等待不敢来要签名的粉丝,在他的心里不会去小心翼翼去讨好,偶像也并不是高人一等,以朋友相待说出最真实的心, 想法就好了,虽然这样的性格在游乐圈肯定会有人不喜欢,他也说过不必把注意力都放在我的身上,去喜欢别人就可以了,反正多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吧,我就是喜欢你真实不遮掩,知事故而不事故的样子,有很多偶像都是在维持自己美好的一面,怕失去粉丝的支持,但是你从来都是直面这些,有很多人都会说你的学历,而你也是大方的承认,但是他付出的努力不比我们少呀,年少也同样的学习和坚持了自己热爱的事物,难道不对吗? 而那些拿着高血力却对素不相识的人说尽了恶语,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吗?遇到问拍戏受伤的时候,就说自己忘记了,或者是直接跳过,哪怕经纪人强调说当时上吐下鞋,哪怕当时手臂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针眼,更多的是希望我们喜欢他呈现的角色,我一直都是一个很脆弱很敏感的人,更多的时候在质疑着自己否定自己,甚至也厌倦着活着,但是呢看到你就会有些许的希望,你真的可以成为别人关键时候的力量,有时候看到以前的你, 就会很心酸,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够早点认识你呢?因为我想陪着你一起长大,和你一起成长,会想在你估计的时候去温暖你,甚至想要去拥抱你,看到你会心疼,同样也会因为你的快乐而快乐,因为你的悲伤而更加的悲伤。 刚出道被破红油漆,开导自己说是在庆祝,毕竟是红色,在舞台上面看到下面没有绿色的灯牌,应援用笑容掩饰,落寞的神情,拍成经历的时候,甚至直播很多不喜欢辱骂你的人,但是你仍然能够屏蔽他们,对真心喜欢自己的人,毁印微博,会发自己的舞蹈直拍。 这年的八天八夜更是很大的伤害,但是时间终究会证明,尽管钻石曾经被尘埃遮掩了光芒,但是却永远挡不住他内心的锋芒。 一帆风顺,虽然令人羡慕,可是溺水行舟会更让人钦佩。 2020的杂志这些拍,声无待言,新剧官宣,综艺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一步步又努力得到了回报,收获了真心喜欢你的人,又激动又开心,更多的是欣慰和满足,他就该如此,而且会一直如此,哪有什么一夜爆红呢? 如果真的有,那么这一夜就是十年,可能你不是最完美的,但是在我这儿,你就是最完美的。 我见众生皆草木,唯你是青山,错过了你的以前,就用以后来弥补吧。 23岁的王一博要快乐呀,不止今天,而直到永远,这是陪你过的第二个生日,希望以后还会陪你过每一个生日。 最后还要说一句生日快乐,我的小狮子,我希望我喜欢的人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好,他值得全世界最美好的祝福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递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